话电持续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叶佳荣 我们先来关注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请来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当他的后援会总会长 不过最近他又主张要恢复特征组 绿营就讽刺了 当初马王政争王金平就是特征组的受害者 不过王金平说他和马前总统没有接地 蔡政府他的外交策略完全失败 痛批蔡政府外交路线错误 但这不小心的口误还好马上发现更正 而这场打炸证件记者会被问到最近传出有情之间 今天在暗网兜售侯友宜这么说 我真的我也不会了解有没有被接近 其实我们只要自己没有做亏心事 也不怕人家来 这里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 检掉单位在选举这么重要的关键时刻 赶快把事情厘清楚 一旁赵绍康也帮补枪顺势做球给侯友宜 当过警察他最熟悉 校说古早挂线监听时代侯友宜也接过这类型任务 而同一天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接任侯康后援会总会长 但侯喊过重启特征组 预营也借其开栓 过去的马王政争 怎么样被林辞 马英九重用这个特征组 选举的时候需要王金平 选完了像连起碗筷就拥有一丢 甚至还要罗令 本身不违法 那当然特征组就有他的功能存在 老早没有任何的借地 那个事情到现在维持 我从来没有提过马总统三个字 从来没有 所以表示我根本不会去介意这些事 王金平简单带过 不担心被挑拨 正式接下总会长要替蓝营贝族 梁草兵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的网路频道 KPTV在今天正式开播了 每天连续八个小时会上演石敬秀 他更找来山寨版的柯文哲同台亮相 还笑称兰英有进柯令 那就由这个假的柯文哲去帮小鸡浮选 我没做滚弄自民调 每天做六百 每天两百 那就是干脆跟他订 大酸国民党之余 选战也考虑反其道而行 真假柯文哲一搭一唱 兰英进柯令竟然也能在这找到解套 有很多兰英的人也找你去摸房柯文哲 收费要高一点 这是一个变通的办法 来来来来 那就拜托你的 第一站就月圆制 所以蓝白盒破局之后 我能够去帮他们凑成蓝白盒 就是靠我了 这样蓝白盒 蓝英小鸡不用担心害怕 但柯文哲看来更想促成的是这件事 刚刚那个辩论就已经 各怀鬼态了 每个都在想说 不想变人就一直拖一拖 自己开频道 我每天就问 问大清德表 你是疑问 你是疑问 看他怎么回答 预告要每天在空中问候两位对手 要在蓝绿夹杀下杀出血路 柯文哲求人不如求己 从十老本行打空战 走回街头上 用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 去做跟选民做沟通 KPTV 七号正式开播 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除了自家参选人 党工直轮翻上场 还有柯文哲 石敬秀 如果这场选举真的被拉回那个 我们的竞选主轴是以蓝绿对抗 我现在只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 赢的一定是民进党 所以人家说民进党 那个就是模仿的国民党 模仿的国民党 看很讨厌的 等到变成真正的国民党 我看我们也不会习惯 韩话该气掉的是蓝绿 柯文哲举着白色大旗 登高一呼 要把网路部队催出家门 共同迈向2024最后一里路 TVBS新闻 红富华中加男女匹 SN小组台北报道 而要催票拼立委选战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要求全国的县市议员 都要帮忙复选 还祭出了KPI的标准 支持者热情欢迎 要凭总统当选立委过半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马不停蹄 扶选小吉 爱国旗球 我们无人可以台湾出币 给台湾明年跟中国有意义 我刚刚也有旗球无人 可以扶你数码 可以涉及独善 连求神明都在所不息 就知道选情多紧绷 这回民进党不少区域立委选区 面临激战 蔡富是不是有下军令 代表立委选情比较紧张吗 笑笑不语 但在中场会上赖清德直接下军令 全国县市议员要执行 座谈会站路口扫街等 甚至要穿上该区党提名的 立委候选人标志服装 全力助选寄出KPI 据了解就是因为有民进党立委 激战区的候选人 认为在地议员动不够 才向党中央提出建议 只是过去有些曾面临初选的 那实际上我们早就已经动起来了 不分所谓的党内的任何的系统 或者是党内任何的一个团体 那我们其实早就会互相支援 他还没有下军令之前 我们就已经都在动了 然后其实每一位议员 现在都帮我办了一场的 这个后援会的成立 然后除此之外 他们现在也帮我去扫菜市场 口径一致 确实绿营也没分裂本钱 全台包含新北第二选区 吴珍第十二选区赖品渝 台北市吴佩奕 许淑华 高嘉瑜 桃园第一选区 郑运棚 台中市林静怡 庄静城 南投高雄等十多个选区 都呈现五五波 赖主席军令下达 但能否直达选民的心 才是关键 而四处奔破在跑行程 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吴欣盈是乐在其中 他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 就提到了 从小他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他是金牛座右鼠马 都是四条腿的动物 恐怕是天生老路命 看到你 我其实长大 我也想当总统 他觉得 有女生可以站出来 女人可以站出来 他觉得 那你可以我也可以 不久前到肯雅难民营 和其中一名女孩的聊天内容 吴欣盈强调女权重要 只是先前舅舅徐显荣透露 他参选副总统 梅汉 叫人讨论 吴欣盈母亲曾说 他从小就很有自己想法 看来不论是参选 或是在国际场合 他的确都有自己见解 核能议题也侃侃而谈 我觉得民众党是支持核能的 跟卢森堡的议员交流 他们就说 在他们的国家 是非常不鼓励核电的 问题是 他们的制造业 只有6%的经济贡献比 他是有买核能 可是他是跟边界的国家 在买核能 可是问题是 台湾的话就是一个岛 想要买便宜的 可是又不要自己 放在自己的土地上 是非常有挑战的 是不可能的 吴欣盈在国际场合替台湾发声 更希望能替自家党主席 柯文哲加分 TV的讯用花正生 许代轩杜拜常报道 希望帮国民党加分 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说 他现在常常打电话给郭台铭 可是每次都进了 语音信箱 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赵绍康 回到故乡台中 参加侯友宜台中市 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 现场大喊团结 泛兰选票回归 国民党也积极争取 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归队 郭董很重要的 我们有跟他喊话 郭董回来吧回来吧 朱立伦也讲了 他说要怪就怪他 万般有罪 罪在朱立伦 其他人都没罪 要讨厌就 升级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好了 还是回来了 我也大局了 强调大家都是好朋友 但目前好朋友的电话 还是打不通 厂内有女铁粉们支持 厂外赵绍康也到路口拜票 不过人站在路边 前方是车流 没有太多固定观众 麦克风喊话声 汇流进车道 轰轰声中 TVBS新闻 陈鸿一鸿采论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游淑惠 则是暗指对手王世坚 在餐会上面送酒 涉及了会选 不过王世坚也反驳 这金额没有超过30块的规范 反控游淑惠送的大礼包里面 有洗碗金跟饼干 价格已经超额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还交代别给检方 我请问 这随随便便加起来 这是不是上百元 光这瓶尿管加 批发价就39元到59元 还没有讲这些 这些吃的东西 原来是对手有所会发放的大礼包 操操厉头 持用都有 王世坚说 CEP值不低 而王世坚的刻意爆料 起因这照片 由淑惠脸书 剖照质疑 原来台湾赖皮可以 但巧心面不行 按指望事兼有 会选之嫌 我想这个是提供给 简调一个参考 民众其实都在看 选民心里也有一把尺 所以昨天就是选民给我的 为什么这个可以 这个不可以 参与地方的活动 那两串交空手道 难道我们公职人员都是去鱼肉香民的吗 够胆 你像我本人来讲 够胆你当场就讲 你这不是小人吗 同批对手小题大作 因为啤酒以整项批发价来算 确实一瓶30元油罩 至于油书会也回应自己的大礼包 明明是20块钱的洗网金 在王世坚的嘴巴里面 就变成超过了30块 双方都不认会选指控 那赖清德新竹县的后院会成立 被职集散场后有便当拿 算不算会选 法务部各级检查署 会选犯行太阳 其实韩式相当清楚 对于便餐 瓜瓜炒米粉 或者是贡丸汤 便当 一般便当 这个都不在会选的样态里面 简单来说 现场吃便餐 没事啦 TVB的新闻 李国正气宽柔 台语报道 而这选战竟然也打到 校园里面了吗 有家长就投诉 在孩子的联络簿里面 发现了民进党立委 吴思瑶的活动文宣 不过吴思瑶是反控对手张思刚 也在学校里面和蒋万安 合体造势 有家长回家打开小孩的联络簿 发现里头的这张文宣 不太对劲 要邀请国小学童假日去看舞台剧 只是文宣底下挂名 吴思瑶办公室与校方家长会 共同举办 家长傻眼 投诉议员 执一对手跨选举红线 但舞思瑶反击 你不也是 怎么坐坐和坐坐 他公然的在他的DM上写上 他是候选人的身份 除了家长会之外 强制的挂上学校的校名 也就是强迫北投国校跟他合伴 开向张思刚假扮活动 征选举进入校园办造势 张思刚反酸 自己没让校方直接发传单 到班级给小朋友 而且类似事情不止一次 但根据基本教育法 学校不得为特定政治团体 从事宣传活动 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 不得为支持或反对特定党 散发或张贴相关活动 这样的宣传单 要标发尊重老师 也没有说要放在联络部里面 各项的活动 尤其在竞选期间 确实应该要坚守行政中立 无事要强调 决美指挥校方 选举年一步注意 容易踩现 候选人奋技怎么拿捏 是我们学问 TVPN新闻 刘宇俊 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那加入民众党 成为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的黄国昌 他自曝 跟主席柯文哲有六点协议 党务院做的部分 他都不会介入 完全没有被绑住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的自由 气黄头白 新身份的黄国昌 成为民众党 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选战就定位 更自曝 他加入民众党 和柯文哲有协议 六点包含 把国家还给人民主权 和对等尊严前提下 和对岸进行互动沟通 自由民主法治 扫荡黑金贪腐和2024 支持柯文哲当选总统等等 另外在党务运作部分 黄国昌不介入 重大争议 彼此不带为发言 就是因为这些协议 让黄国昌签下去 变成民众党员 我要特别的说 柯文哲是一个 有哑量的人 我就当面就跟他讲 可能那个文字 我们记录起来的时候 会稍微比较文周周一点 我当面就跟他讲 说我不赞成你讲的话 我可以公开喷你吗 他说没有问题 毕竟现在已经是自己人 那对待别人 就可以不留情面 黄国昌在打赖清德老家违建 说是新建物 而且盖的时候 赖清德已经是立委 要他别说谎 担任立法委员 对于在那个时候 矿业用地 是不可以盖住宅的 这一件事情 在法规上面 是非常清楚的 这不是都市违建 也没有窃占国土 而是矿区合法存在的仿设 黄国昌过去是这个选区的立委 但是没有协助在地解决问题 现在被民众党提名为不分区 为了选举的利益 恶意用片面的资讯在操作风向 老家争议从选战出席 一路烧 即便倒数一个多月 依旧成为在野党攻击表弟 TVB 现在 乌克里斯团新北采访报道 为了选立委的徐晓星 他为了选战跟好朋友李正浩决裂了 他不满李正浩 去帮对手许淑华站台 因此决定要封锁他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选战行这态度一拍轻松 但真的有办法这么坦然吗 毕竟看到十年好友李正浩 帮对手许淑华站台 气得封锁他 就是11月18号的这场活动 李正浩到场支持许淑华 虽然两人没有一起同台 但半个月后这不就来了吗 那今天更表白吗 对不对 未来还有 坐在左右两边 虽然没有太多互动 但李正浩送祝福 仍愿意帮徐加油 我现在的整体目标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国会国败 第二件事情是抢救王玉成 那我也帮许淑华加油 道不同不相为盟 那尊重他也祝福他 但像是很多 比如说私人的像什么IG啊什么 我就觉得好像断舍利 这是不是以后别做朋友了 许淑华也在脸书赛出 跟李正浩的自拍照 暗酸会不会又有人生气气 但这让许淑华也PO文直说 对手IG写上李正浩抛弃徐晓星 让他看完满脸问号 我这辈子不曾跟李正浩交往过 怎么会用抛弃两个字呢 选举选到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的遏制 因为了解而分开了以后 但也希望你们 抱持着一个祝福的态度 来对待以前的好朋友 我想真姐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一个 或许未来还是有机会成为 很好的朋友 这场分手戏曾经的好友意外 成了选战的第三者 TVBS新闻董人俊延宣 台北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